好 来看到台南麻豆发生一起惊悚的车祸 来看到这一辆轿车呢 疑似是先撞了路数再往前撞到这个田里面 车体几乎撞烂 几乎是全毁 驾驶的伤势非常严重 而车上这两名小男孩也有擦伤跟撕裂伤 坐护车十万火急赶到直间车祸现场 一片狼藉驾驶喷飞田里情况严重 一行人紧急进行救援任务 费了好大功夫才把人抬上担架 另一头 车上载的两名小孩 痛得哇哇大哭被抱上救护车 只见滋嫩男童用肢体语言告知 救护员哪裡受伤了 整起车祸意外就发生在台南 二十号晚间 占名85年次的 黄姓驾驶在小孩行经麻豆区 和家里去交界时 因为不明原因 车辆失控冲向对象先自撞 接着冲进田里 整台车毁损严重 车上一大凉效 受伤松衣 人已经喷飞 那整个人是现在田里面 三名三患男性又大腿骨折 那有现场有躁动的情形 诈时因为眉系安全带人喷飞 伤势严重 不过注意车祸怎么发生的 是因为事件不佳 还是有其他原因 都还有在进一步调查厘清 华视新闻台南总和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